鄉長張永德跟飯店業者特別來到 郊系衛生所帶來泡湯必備的大浴巾 以及福康飯店加碼100張的溫泉SPA券 要送給衛生所的醫護跟工作人員 期望未來疫情過後可以用來放鬆舒緩身心 謝謝鄉長 謝謝 副醫長 謝謝鄉長 鄉長張永德表示 疫情嚴峻之下 醫務人員堅守防疫崗位 為民眾的健康把關 所以特別前來慰勞 尤其肯定飯店業者 即使自身艱困經營下 還能立體醫護 精神令人感佩 要來送這個SPA券 讓我們衛生所的這個動員 每一個不是一張而已 五張 也希望說國所送這個疫軍 以及我們的SPA券 像這次疫情非常影響到我們旅宿業者的經營 像去年度的住宿率到今年比較下來 整體就是差了大概有九成 是很非常感謝就是醫療人員 他們為我們用心的付出 那這次福岡這邊就是有捐贈了 我們的溫泉SPA券 那是沒有使用期限的 那就期盼說疫情儘快結束後 可以過來一同放鬆 對各界的關心關懷 衛生所出的表達 由衷的感謝 更會繼續堅持防疫工作 也期待社會挺過這次難關 讓嬌西恢復習日榮景 首先要感謝鄉公社 還有福岡關係企業 給我們贊助 當然這個疫情 大家都很辛苦 希望說上班 你們接到同志 一定要過來住 住所 那這段時間 我當然感謝我們所有的動員 感謝衛生局 感謝醫師公會 感謝鄉公社 還有很多企業的贊助 希望大家都努力 把這個疫情控制住 我們跟縣府團隊 一起守護鄉民的健康 其實是本來 我們就該做的 分內的事情 那所以希望 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然後讓大家恢復 比較正常的生活 然後讓我們的郊西 也能夠 能夠開始慢慢的繁榮起來 讓我們的觀光場業 也能夠順利的 再慢慢的恢復到 以前的榮景 宜蘭新聞記者 張麗玲採訪報導 我們可以做的 稍後 消息 放略 我們可以做的 你 告一 年